她是幕后操盘手 掌握一线明信资源 张雨琪 赵又廷 宋佳 陈树 朱雅文 她作为娱乐圈老资格 却自己外号杨天真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潜规则的事情 负面新闻 危机公关 她会选择如何应对 不管遇到任何状况 我绝对不会选择跟公众撒谎 娱乐圈创业有多难 欧美日韩的经济模式 是否能落地中国 本期节目带你走进最专业的经济团队 进行点播 那说到娱乐圈呢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圈子当中的明星们 都是非常的熟悉 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其实这些大排明星的背后 有一大波的工作人员 在帮助他们安排档期 什么时候上通告 上哪一个通告 或者说拍什么杂志的封面 还有接哪部电影等等 其实这些安排应该说 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而今天马上要走上 我们这个舞台的这位嘉宾呢 应该说对啊 这样一个造星工厂的运作流程 是非常的熟悉 他是谁呢 一起来看大屏幕 娱乐圈一直被贴了太多 正正翻反的标签 外行人总是带着八卦的心 窥探了这个无光实色的世界 而身处其中的人 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和追求 杨思维 一心娱乐创始人 这个85年出生的南昌姑娘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 却走上了艺人经济的道路 21岁进入成天娱乐经济公司 23岁成为范冰冰工作室的宣传总监 29岁与陆瑶等人联合创立 一心娱乐 不仅签约多位实力演员 还拥有国内一线制作资源 实现从编剧 导演 制作 到市场推广等完整的产业链整合 在杨思维这位创业者眼中 娱乐圈又有着怎样的标签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 一心娱乐创始人杨思维女士 有请 欢迎欢迎欢迎 但今天为什么会选择一套 黑色的衣服呢 显瘦啊 你好可爱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说你啊 经常会把生活过得特别多姿多彩 这其中一点就表现在说 你经常上班的衣服 都像是去参加这个晚会啊 对 我经常有一些华丽的衣服 他们都问我 你买来干嘛穿 我说开例会的时候穿 其实我们在做今天节目的时候 也是采访了我们这个 一心娱乐的几位签约艺人 猜得到是谁吗 我知道 你知道 那你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吗 知道 这个好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不好 来 杨思维是我 从小到大认识的人里面 最自信的人 很专业 然后我的感想感感 而且反应的速度非常快 执行力也很强 我和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呢 像家人朋友 像战友 有的时候像师生之间的关系 最残酷的时候有点像 训兽师和动物之间的关系 诶 师生关系 家人朋友 我们都能理解 怎么最后变成训兽师 跟小动物了 对 我就是会用那个语言的力量 和那个肢体的夸张 去搞定他 最严重的两个人 有冲突的话 是什么事情 比如说发不发微博这个事 因为雅文很长一段时间 认为去分享自己的生活 或者发微博 她觉得是一件 比较华仲取宠的事情 但我觉得微博 是一个你跟公众交流的平台 在这个过程中 她就不愿意 那我觉得有必要 我们俩就会发生 非常强烈的冲突 所以她最后还是乖乖地 就听你的话 她其实不是因为听我的话 而是因为她接受了 我的意见之后 她感受了可能很多粉丝 可以有机会 跟她直接交流的好处 再来说说小宋佳 你是她从小到大 见过最自信的人 反正我平时的状态 就是没觉得 什么事情是搞不定的 那这样我们就要 好好听听看 你在这个整个创业过程当中 自己的心路历程了 好吗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 有请思维 大家好 我叫杨思维 是一心娱乐的创始人之一 我微博跟微信的名字 都叫杨天真小姐 我觉得天真不是一种单纯跟愚蠢 也不是一种迟钝 天真就是永远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 并且用此来对抗整个世界 这就是我今天想演讲的整个主题 天真是最大的武器 我的这个职业叫经纪人 其实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奇力的行业 我遇到一些陌生人问我 你是做什么的时候 我都特别尴尬 因为它随之而来的是八卦问题 比如说你认识谁谁吗 谁谁整容了吗 谁谁跟谁在一起了吗 这些问题都会让我觉得无从应对 我都会很委婉地说 我是一个那个语言工作者 我们的所有的策划思考 我们所有的执行 其实最终都是通过交流去呈现的 我从小的理想有两个 第一个是走遍世界 第二个是成为一个律师 小时候看太多TVB连续剧 就觉得律师在那个法庭上 通过自己的滔滔不绝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我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酷 后来呢 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导演专业 后来我意识到 我可能在创作方面没有那么大的才华跟天分 但是我是一个很好的统筹者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目标定义为 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制片人 杨思维选择演员经纪人作为第一个切入口 他向王牌经纪人王金花毛髓自剑 成为了成天娱乐的一名实习生 秉称着初心 他要在这个从业者不足千人的行业里 快速地成长起来 大概我在第一个工作中工作两年的时间 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我认识了范冰冰 她对我是一个非常影响至深的人 我23岁加入了范冰冰工作室 我在25岁的时候 她的工作其实在我们的努力下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她自己也成为了这个行业 最优秀最优秀的明星 我自己又产生了一个挺大的茫然 很多比我小的人 已经在跟我做一样的工作了 我会找不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着急 想尽快做一个制片人 这时候那个名号导演找到了我 他愿意给我机会 来一起做这个执行制片人的工作 跟他大概合作了三四个月之后 我就放弃了 我之所以放弃我一直 读大学以来的计划跟理想 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才意识到 那根本不是你想做的事情 你想要的是 你年纪轻轻就获得了一个 大家很羡慕的抬头 当你意识到 你并不是想要 仅仅的一个职称的时候 你想要的是 做一样让大家尊敬你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退回到 那个让你更踏实的方向去 所以后来我就告别了 那个很好的机会 回来安心地做我的这个工作 经纪人这个工作 其实是特别容易让人丧失自我的 我记得我25岁的时候 跟冰冰去巴黎时装周 当时是路易威登邀请他去看秀 我们受到的所有的接待 都特别特别地好 之后呢 我自己一个人去西班牙旅行 我就背了一个双天包 然后坐的廉价航空的飞机 我住的青年旅社 当时那个对比的感受 是特别特别强烈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青年旅社的生活 才是我的生活 巴黎的生活那是我的工作 我跟冰冰的合作 是非常非常的良性的 但这个良性对我而言 造成的状况就是 我觉得自己的进步空间小了 我也许应该做点别的东西 充实一下我自己 看过电影《中国合伙人》之后 杨思维产生了合伙创业的想法 2014年2月 她选择了离开范冰冰工作室 与陆瑶 陈杰 陈佳莹 共同创立了一心娱乐 合作艺人有陈淑 马依丽 宋佳 赵又廷 朱亚文 张雨琪等 还签约了韩颜 韩艺等影视导演和编剧 而和其他传统的影视公司相比 一心娱乐的经济模式 又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呢 经纪人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 她其实是帮演员进行时间管理的 一个演员拍一部电视剧可能要花90天 拍一部电影可能要花60天 你还要接广告 你要参加媒体活动 你可能还有公益活动 你还有私人的生活 如何用这365天制造出更大的价值 这其实是经纪公司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工作过程中 我们需要帮演员选择对的角色 我们需要接洽广告 我们需要做媒体宣传 我们现在还需要做新媒体宣传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团队操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是第一家在国内采取了完整的专业分工的经纪公司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懂得这个产业的方方面面 但是选择自己最适合的工作组 你把这一个板块做到最好 然后每一个板块的最好组合在一起 以团队的方式去帮助一个演员 进行他的职业生涯的规划 以及所有工作的执行 比如说有的很大规模的公司 他们可能每年制造非常多的电影项目 像我们做的电影项目 电视剧项目可能比较少 但是所有的项目都是围绕着 我们已经签约合作的演员编剧导演产生的 比如说马上有一部要上映的电影 叫《路遥知玛丽》 朱雅文跟宋佳演的 这部戏其实就是我们公司 有参投的一部戏 也是我们自己把它组织出来的一部戏 它的角色也好 它的整个操作也好 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演员 这是我们想做的东西 叫做小而美 这个小其实是它的专业 我经常看到一些小说 或者一些作品 对本行业的描述 都是充满着极其浮夸 充满着潜规则的地方 但是以我个人在这行业里 十年的经历而言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任何潜规则的事情 在整个一个行业产业内的核心里面 所有做决定的事情及人 它都肩负着巨大的影响力 一个利益 不是说你想用这个人就可以 或者你不用这个人就可以的 它有方方面面的计算跟平衡 而这个行业 其实又是一个 被所有人所监督着的行业 你随便做一点小事情 做一点不对的事情 它会迅速地传播 我反而觉得这个行业里的人 是更天真的一个状态 更纯粹地面对自己的工作的 因为其实我们受到的监督 跟压力更大 刚才雅文在视频里说 我们的关系很复杂 我自己理解 我们跟演员的关系 更像在谈恋爱 首先两个人一定要互相喜欢 互相吸引 我们的相处呢 更像在经营一段婚姻 我们合作的演员们 因为我们而进步 我们因为合作的这些演员 而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今年合作的一个演员叫张雨琪 大家都知道她长得很美很漂亮 然后我们俩第一次出差的时候 早上她就把她从床上拉起来 跟着她一起做瑜伽 有一次我们出差回来 11点多钟的飞机 她还在飞机上背单词 相信如果我今天跟雨琪一起出门 去面对一些外国的导演或者制片人 一定是她帮我做翻译的 因为她的英文程度 已经远远高过于我了 我觉得我得变得更好才行 我不能落后于她 其实我有一段那个 离开彬彬的经历 是我没有跟人分享过的 如果我们没有在一起工作 她依然会是她 但是我未必会成为现在的我 所以我其实心里是非常感恩这件事情的 所以在我开口跟她说 我要走的时候 她很难 她选择了理解我 并且支持我 这点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但是在我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抗拒所有谈到她的过程 害怕别人觉得说 你在这个行业里的存在 你只能依靠她 但是我到今天 我可以这样坦然地面对这件事情 我没有任何的 在乎别人怎么看的想法 是因为我认知到 这就是你生命里的经历 你保持住了你内心最想要的东西 并且你在这条路上坚定不移 谢谢蛋蛋 谢谢我们的杨天真小姐 在现场就做了唱业分享 我们来看看弹幕问题好吗 好 她说我想去实习 请问实习生有什么条件吗 这么讲吧 就我们公司所有人 我一定要面一遍 第一她一定要聪明 其次我觉得她人品要好 三观要非常正 这个是我很在乎的一点 首先肯定你对于自己 这个看人的标准 是已经非常清晰了 对 假如说张阳和碧云两个人 想要让你来看一下 他们两个是不是有红的前置 那我给你们一个话题 以这种聊天交锋的形式 就是类似于变的这种 输赢不要紧 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展现自己的想法 变题是 如果想红的话 颜值高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瞬间觉得张阳特别 不是的那名 两位女士优先 还是张阳开始 您请 现在的职场啊 真的是越来越以貌取人了 我是学德语的嘛 曾经读过一篇报道 一个德国的大学研究人员呢 他调查了3000名的职场人士 根据他们的职场发展情况 他们的工资水平 还有对他们的颜值进行打分 结果呢 发现外贸的吸引力 比平均分高1%的时候 他的受雇用的那个概率 是增加3%的 哇 有实际例子 有科学研究证明啊 张阳 怎么接招 他跟我说有实验证明 我们提到实验的时候 我想到第一个人叫霍金 这个人我相信颜值一点都不高 可是他仍然是科技界的最红的明星 你看 您颜值比我高 年龄比我小 可是依然跟我站在一个平台上 说明什么 我是比你小很多的 所以说呢 我的机会是还有很多的 对吧 未必因为红颜多薄密 我特别想补出一句什么鬼 不管是什么鬼 对吧 他为什么会吓人 是因为他长得丑 对不对 你只能演被吓死的人 我可以演什么 主角 我就是那个鬼 我都不用化妆 我跟你说 真的 颜值高是一种理性的 就比如说一个人的精气神 对吧 当我今天很low的时候 我可能看上去就很沮丧啊怎么样 但是我如果要是今天 每每大家看上去会 颜值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这是你一个人健康状态的问题 再来听听张扬 一个人可能一时半会会红 哪怕像我这样 去年还跟几十万网友吵架 好像那个晚上很红一样 可是如果我后期不努力 我没有违误化我的粉丝群 是不是我会迅速地失去我的粉丝 如果我的粉丝在看这个节目 请你们记住 你们喜爱的张扬 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他们岂不说刚才两位的这个观点 到底是熟对熟错 但只从这个状态 和你选人的标准上 今天如果让你现场签约 签谁啊 那在刚才这段对话的过程中 我觉得张扬的特点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季度上 你还可以有一些 比如说固定的句式 可以做得更极致一点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从签约一人的角度 张扬更合适的话 那我觉得刚才这个碧云说到 她其实德语非常好 那是不是来应聘的角度 可能今天选的就是碧云了 肯定是碧云了 看出来她是一个思路比较清晰 然后为人比较缜密的人 非常严肃认真的辩论环节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 依然严肃认真的 青春之梦人提问环节 碧云吧 思维姐 你好 我想跟你学习一下 公关的手段 那我们现在来假设 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说合作的艺人 正在事业的上升期 但是毫无迹象地 爆出了一些负面的新闻 这个又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您会采取怎样的公关手段 来将这种负面的影响 降到最低呢 我一直觉得 人活着会遇到很多事情 不能因为你今天是一个艺人 你就要求你百分之百的完美 在不违法不危机的情况下 遇到所有事情之后 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首先我绝对不会选择 跟公众撒谎 你判断了这个事情的属性之后 你要明白 你是要收它还是要放它 收的意思 就是让这个事情尽快过去 放的事情是更强化这件事情 用一种态度去覆盖它 比较微妙 需要知道具体的事件是什么 那整体的思路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艺人 今后的品牌的打造和重塑上 你会有什么办法 那有的时候可能就会一蹶不振 或者说你可以帮助它东山再起 这都是有可能 这个时候你选择的做法会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没有去 做一个电影制片员 我选择做演员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电影 这个东西太刺激了 投入那么多钱 那么多精力 在上映的一天 成不成高下令见 但我觉得做人有一个好处 只要人活着 你不管遇到了任何事情 你都有机会在翻盘 重要的是 我怎么把我的优势扩大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 演戏很好的人 我认真的去演戏 让大家看到 原来你还可以这样 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佳琪 苏维姐你好 我之前在一档大型的 综艺节目里面也 都觉得艺人经济 是很难搞的一个职业 要不就是各种谈钱 增加费用 要不就是这些问题 那些问题来卡我们 导致我们认为 这个艺人也是很难搞的 我们接触下来之后 发现艺人 其实都比较nice 处于这种情况的话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由于立场的不同 造成的对同一个事情的 看法的不同 你觉得它在为难你 可是在我看来 它是在帮你解决问题 因为演员不是一个 时时刻刻打鸡血的状态 他要去上一个节目 有一些事情 他肯定不能做 做了会影响他的情绪 或者影响他的发挥的 我们就会前期把它拦掉 但在你那看来 你可能会觉得 这是不配合你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让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后果更糟 重点还是在 怎么沟通和交流上 其实作为任何一个艺人来讲 他去参加一个节目 他一定是希望表现得更好 但是在以我交流而言 当我否认了一个方案的时候 我通常会提供一个新的方案 这样不行 但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我觉得如果这么交流的话 你会更轻松一些 所以这就是经纪人 专业与否的一个区别了 能在这个有效沟通当中 把这个事就解决掉 谢谢佳琪 来 张杨 杨总 我们现在很多经纪公司 都在模仿着国外的一些模式 比如说您的公司 就像美国的CIA正在学习 有很多的好莱坞的公司 也进入了中国 可是结果却非常的不妙 纷纷地关门 您怎么确定 它的这个模式 就适合我们中国呢 您又怎么确定 您不会重蹈负责呢 美国经纪公司的模式 跟日韩的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CIA 它签了两千多个艺人 但是他们所有的抽成比例 是百分之十统一的 而且你可以随时解约 但在日韩的经纪公司的模式 它的抽成比例 可能高达百分七十八十 甚至有的签的是中生制 你的解约代价会非常的高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我只提供你 这一部分的服务 我收取你这部分的代理费 一种是我包了你所有的事情 你的人生由我控制 这个欧美文化 其实在中国 比较难以真正实现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演员 其实也习惯了一战式的服务 他希望在一个经纪公司 或者一个经纪人 在解决所有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 其实是专业分工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公司内部 实现专业分工 但一战式的整体服务 我们认为这是结合了 美国的经纪公司的模式 以及中国的特点 做出的选择 因为我们其实更欣赏 美国的这种经纪公司模式 它是一种自由的 平等的 你事做得好 他永远不会离开你 你事做得不好 你合约签他再次 他也一定会想办法走 所以做事比较 欢迎您继续收看 《华商启示录》 本节目的广播版 将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独家播出 今天走上这个舞台的boss 是杨思维 他是一心娱乐的创始人 我更愿意叫他杨天真小姐 因为他一直在用一种 非常天真 甚至单纯的心态 在完成着他创业的相关项目 那接下来 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的创业娱乐 天真是需要智慧保护的力量 也是智慧来源的源泉 他值得我们珍惜 我是杨思维 下期节目 我们将邀请到 品圣会董事长兼CEO张辉军 一起走进 红酒的浪漫世界